这个题材每次做出来都有很多人喜欢 很多人想要得到它 但是你们还问它在不在的时候 它大概率已经不在了 你们自己猜雕什么 先看材料 这种材料其实说真的 你们一看就知道要雕什么 因为它的颜色确实是比较分明 打灯有一点点棉 但是肉质细腻 肿水相当的OK 不打灯 颜色是不是特别的鲜明 可以说你们看到这个材料的时候 又知道了要雕什么 对了一念之间 它又来了 上设计 这个一念之间的起货效果 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们看一下细节 首先我们就在阳光下看一下 看看它的功 相当的没有问题了 不管是佛还是魔雕的都相当好 而且这次雕的个别的分明 材料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种水是不是相当没问题 试代一下 看一下上身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们很多人一直在看我雕一念之间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一念之间它的寓意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跟大家稍微讲两句 一念之间它一边雕的是佛 一边雕的是魔 佛魔本无念 其实人心中有善念有恶念 那么心善它就成佛 心恶就成魔 也是在提醒大家做人做事的时候 一定要恪守原则 不要做自己后悔的事情